前總統馬英九副總訪問 外傳中方一度不讓我國特勤配槍 國安局證實兩案正在交涉當中 連副總統他曾經在卸任之後 有14次的出訪 其中只有一次配槍 那另外蕭萬長副總統的出訪 過程當中則完全沒有配槍 前讓我國政府總統出訪不配槍 不是沒有慣例 沒有愛話主權問題 不過現在不只維安規格成為話題 馬英九這回往返搭乘的國航航班 也被發現上頭印有五星旗圖樣 就連仿中路線也被放大檢視 民想立委拿出兩張圖筆一筆 認為出訪跟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 流亡路線根本一模一樣 被尋官員一度尷尬 而無獨有偶的是 馬英九出訪時間 剛好撞起蔡總統訪問中南美洲 十幾年巧合讓民進黨立委質疑 這難道又是阿共的陰謀 我在想一切純屬巧合 老實講我看到我也嚇一大跳 就他又開個玩笑 蔡總統不是很喜歡講被突襲嗎 是 那我也跟同事開玩笑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被突襲 今年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民主協商的元年 只有這個嗎 這個是他的一個政治的考量 那第二點在時間點上 可能剛好跟蔡總統的出訪時間在規劃上是有點重疊的 尤其最近洪獨拉斯傳出將與中國建交 如果蔡總統出訪時辰又真的被中國掌握 是否可能斷交時機就在蔡總統訪中南美洲的時刻 咖啡會不會走味啊 會嗎 會變糙味的咖啡嗎 洪獨拉斯的小龍咖啡豆是台糖精心去挑的 有三四幾個咖啡豆所精心調配出來 味道應該相當不錯 所以味道不會走味 你這麼有把握 就咖啡的部分味道我覺得相當不錯 美中台三方在外交戰場較立暗潮汹湧 網絡新聞另外與黃昭聖SV小組台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